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越来越好看 六年前的是非对错 我必须要等一个定论 我再等一个当时唯一的目击证人 在给我答案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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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从小打架都是挨打那种 可能这些寄予了我一些人生的理想吧 我本人平时在现实当中无法完成的 我很向往的东西 我在我的戏里头 我在我的主人公身上去实现的 这一天 我等了好久 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后患 我是按一种最戏剧性的方式去讲的 安心原来代表的是高干子弟的这一波 高启祥代表的是最平民最底层的 其实在我们第一单元 十二级十三级结束的时候 他俩的人生机遇已经发生变化了 你想干嘛 打个电话 安长林让我来调解一下 干爹 我们会用我们的生命保证你们的安全 你这个人还是这么善良 怎么跟坏人斗 我觉得就是在主角身边 你要拍出一组流动的生活画卷 像清明上和图一样 大家才能相信这个故事 它才能沉浸进去 一定是拍出社会的各个阶层 你生肺啊 我生肺啊 三教九零云云众生 当这些人物都鲜活了 有了他们自己的命运轨迹之后 大家才会相信这个故事 是共情的 所以我努力把我了解那种 对于民生啊 对于市井的那个质感 能把它努力还原过来 其实大家现在看到菜市场 完全是我们自己搭建的 包括买菜的人 我们是先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排练 让大家真的在这个菜市场里头 真实地生活了起来 再让我们的主演在里面走戏 当那个真实的氛围出现之后 我们的主演也都有这样的生活经历 大家一下子就不会 再让我们来一遍 我们的主演 主演讲 我们的主演 都在这些人 听到的打托 我们的主演 也跟我们的主演 有点有关 是 会不会有关注 我们的主演 你 让主演 又是 是 把我所有想说的话 我真的都放到这个系里了